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席 证件会 礼拜六要登场 你这几天行程都还蛮忙的 有空挡准备吗 什么准备 明天就休息一天来准备 怎么样准备啊 是有找人 其实我已经跟一些我们的 平常在智库里面交换意见的学者专家 或者前政府官大致讨论过一回了 主要的还是我自己把稿子整理一下 那两岸的部分恐怕到是有学信量 一定会问得问你哦 这个部分有信心吗 两岸的部分对我来讲 应该不是一个陌生的领域 所以应该还好 主席那你还有什么样特别准备呢 睡饱吃饱 衣着呢 因为大家这几天一直在问你的 衣服的颜色 我的衣服事情有那么大吗 不会有惊人之举 师傅老师我问一下说晚上有一个最新的民调 是说这个智库发的 新台湾智库发的 然后说您的这个民调 跟这个书院长的民调都超过这个马总统 不过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说 好像您的犯人民调在这几周有明显的滑落是不是 不知道耶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你有看到这份民调了吗 我是有人告诉我 有人跟你提出警语吗 担心说国民党有没有可能在初选当中会介入吗 这个好像消息蛮多的都指向说国民党有可能介入了 至于他实际怎么介入或者是实际上介入到什么程度 我们真的不知道 主席您怎么看民调突然的变 就是蓝的这一块突然变低了 就是它的比例不是很正常 那你是觉得有操作的空间吗 不知道耶 再看看嘛再观察 反正这个都还是在过程当中嘛 那主席就是这一次怎么会突然 就是有这次民调公布出来 因为你知道说之前选举的过程当中 是出选登记晚到现在 其实这次等于说是第一份曝光的民调 这个也不是我们做的民调 然后是做完了才告诉我们结果 但我也没有细看就是 主席您会不会感觉比较松了一口气或什么 因为之前的民调都是这种起起伏伏 而且就是比较有一点点稍微落后 但这个民调是您有领先 这些东西都在过程当中 看看就好了 你说过程当中 那问题是说 你跟租务院长的这个差距其实很小 那如果在这个泛兰的这个部分 有操作空间的话 是不是是个很大的 这个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 但是如果国民党有意要操作的话 我们也希望他们不要了 毕竟这是一个民进党的初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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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 謝謝